大家好 今天是12月21日 星期三 今天市場很悶 重要的事情要說三次 真的很悶 悶到什麼程度呢? 悶到大市 我當是恆子 大家如果開分分鐘圖去看 其實在約三點打後的時間 到競架之前 其實大市的波幅 就是那個範圍 其實只有三十點 應該是三十點都沒有 不過 又是容易表達 就是範圍是很窄 很窄 開市早段的時間 一旦市場曾經衝上去 但其實衝上去 很快就無以為計 今天另一個特點 就是市場的其中一個特點 就是成交量很大 全日的成交 不夠七百億 六百九十二億 都應該是很久 沒有見過這麼多的成交 而且 因為今天也是星期三 其實也可以說 未放假的 星期四、五還有市 下星期三、四、五都是 在我款式預計這些時間 成交量一定是熟 所以大家 我想大家的心情 或者這樣說 看著市場 都真的 不知道怎麼搞 暫時只有看著 買貨可以不可以呢 沒有說不行 買貨大家自己 衡量有風險 不過剛剛 讀這段影片的同時 有帶點東西出來 帶點什麼出來呢 其實是一關內房市 就是證監會 即落地證監會 大力支持房地產市場平穩發展 加大力度 加快速度 找好資本市場 各項支持政策措施 落地見效 另外再加快 一些轉型 即地產不知什麼轉型 有這些消息 我相信地產股 有機會借賣了 內房的那方面 但是就是那句 我每次都 有些複口婆心跟大家說 內房 有政策的時間就升 沒有政策的時間 甚至乎 有政策的時間 但他們的蛋糕 蛋糕會不會配股呢 就讓大家自己想 所以這個板塊 只移低級 等著有些壞消息的時間 反而大家如果想搏的話 那時候搏就好一點 到它升上來的時刻 再追 大家自己小心一點 但是市場 剛剛也提及過市場 很滿 成交都縮了 這個狀況 應該都會維持下去 最主要 有兩樣東西 第一 大家都是在等待 等待究竟內地方面 什麼時候有一些 正式宣布復償的消息 下午的時間 有些媒體也傳了出來 就說 內地又好像在 傳 在元旦假期之後 會走到0加3 不知道真是假 因為沒有官方認證 但是這些消息 大家先看著這些消息 另外 大家也要關注內地疫情的狀況 這裏 我也想和 NY 解釋一下 這個情況 因為我見 你流一言 我想你也是有些 滿港式的情色 即是 早前的時間 可能上個星期 或者前幾天的時間 先說起 都可以追上復償概念股 但是 昨天的影片 可能大家 解釋一下 都是要先選一選榜 甚至乎 可能有課 有得賺的 就這樣一點 好像突然變得這麼快 我都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或者解釋一下 過去這一年 即是這段時間 其實大家都給了很多意見 其中一個意見是 很多時候 又沒有不吃 又或者是 有時候變成 堅持 可能 例如你說的股份 堅持地不辜貨 最後又由賺變蝕 很多的 也很感謝大家的意見 其實 沒有前途上 我經常都說 投資的東西 其實真的 不斷是要學習的 還有有時候 操作上 也有時候 自己要不斷去 有些調整 所以 所以 今次 其實你問我的話 復償板塊 這些板塊 其實你說 好像之前那樣 抓緊它有沒有問題 我覺得 沒有問題 抓到最後 如果你說 以現在來算 我抓到 復償之路 終於來了 我覺得是OK的 你當中間的波幅 波動 如果你不理會的話 可以的 因為 我相信 最終 我甚至以現在去傳 很快就會開通 那 可以的 你問我自己的話 我也是會抓住它 雖然我叫大家走 甚至乎 我減榜也好 我減少 我減少 但也不會減少 這是那個情況 但是 為什麼突然間 會叫大家 有貨就走 那些貨呢 這個是對於前景的 不確定性 增加了 之前 其實很簡單 之前說 炒復償 其實大家都知道 炒復償 什麼意思呢 就是內地很多東西 會灰獄回 疫情之前的狀態 例如看電影 之前說的是1970 現在我去買它 最主要就是 因為 如果我們真的 復償的時間 可能很多的 娛樂 消費 餐飲 這些通訊 都會 率先復償的 我想第一回合 的而且確 尤其是 我之前也說 買去的時間 剛剛好壓反彈 而 進去上去 所以我覺得 這些板塊 而且 反彈得不特別多 所以那一刻 我選擇 反彈的時間 看中了去 就買去 玩完去之後 的而且確 彈得很厲害 但我上去9個多 是吧 但問題是 在之後的時間 之後的時間 你看到一些不對勁 為什麼呢 我自問 是沒有想過 內地這一下 即這一下 可能是突然間 走一條復償的路 不過 中間有很多 肢節位 例如說 原來很多人感染的 原來是 裡面的藥不夠 大家看到很多 新聞 消息 看到這些情況 如果出現這個情況之下 很簡單 用回看電影 再一個例子 原先估計 如果大家 可以說是復償的時間 可能看電影的人 會突然間 寬容器看 我看阿凡達2 但是 當你發現 現在疫情很厲害 疫情很厲害 疫情很厲害 你用回香港作的例子 疫情很厲害 你會不會去看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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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經驗疫 又不敢出街 有些人 之前買了票 現在還要去看電影 又不會去看電影 甚至乎 因為看一部電影 看阿凡達2 不是便宜的 有些地方 有些地方 有些四五線的地方 阿凡達的票 是兩三百元的 有些人說 開玩笑都說 如果一對情侶 如果一對情侶 去看這部電影 二三百元 今日買一些小食 做成為一頓飯 那開支 是說過一千元 說是在我們的四五線城市 所以當 你見到這些跡象的時間 其實 你說去屋價 為何 1.70的屋價 有9個多 回到這些位置 其實是正常的 因為你見到很多 情況出來 是不可以的 但好了 用回我之前的玩法 甚至是保處策略 死渣 不理他 那 德加利 好像我之前 現在其實我沒有沽到貨 我都沒有沽到貨 那 未變相就是 又回到9個多 跌到現在只有7個多 那又沒有那2個多 那 當然 長線就不理 即是長線我看了 可能我不是看9個多 我看了高的 現在這一刻 我還不理 而且本身還得不多貨 那我就不理他 但問題就是 不是個個投資者 都好像我這樣 我記得好像之前的時間 N1都有質疑過我 即是說 為何那些貨 你買之後你不沽 未必又賺 變輸 那當時我也有解釋過我的情況 那 所以現在這一刻 即是出於一些責任 即是我覺得 因為明明每個人都好像我這樣 會開貨 那些朋友明明去買 都可以搭一程順風車 看到我沒有太多的時間 或者沒有太多的時間 或者沒有太多特別的 可能那些財務部署 因為我長線其實沒有理 但不是每個人都是這樣 那些朋友如果拿了貨 可能他沒有跟我 他沒有跟我 他沒有跟我 他拿爛爛爛爛 但是由九個多 到六分路去七分的時間 那可能大家 不是那麼爽 明白嗎 所以變了 在這個情況之下 如果復常這條路 和我之前想像中有落差的時候 那我溫馨提示大家 要大家 可能拿下車 可能拿走貨 甚至至乎先賺 那我覺得 沒有問題 而且這樣對於大家都是好事 是的 我想 那一套是比較要開 但真的不是每個人 可能會開貨 我覺得 NY都有些神經 因為 記得嗎 當時開一隻三一六 跌下去 那 你也說 然後又減一貨 然後 因為復常這條路 你又賺不到那塊 我想 這個是 一個情況 大家要知道 還有現在 其實你看到 那麼多的跡象 顯示 就是 治療復常這條路 不是那麼容易走 所以 所以 我也覺得 我有責任 跟大家交代 我又不是那些 見聲趕聲 見跌趕跌的人 我是那些 就是 要有些 理據 去分析 那件事 的一個分析員 這樣 所以 希望大家明白 那個狀況 而且 一件事 其實 也可能再說 11300 其實 今天 那個 今天的股票 升 但是 剛剛出來的數 那個 叫做 運油指數 價格 跌得很厲害 今天 明天的股票 也很厲害 可能明天的股票 也會大 變成一個機會 又回到之前賺 就變得輸 就變得虧了 所以 這些 也是考驗信心 不過 這隻也有動搖 這隻跟當日的 可能 三六比的話 也有些動搖 因為 它的價格 叫做是升得慢 現在這一陣子 跌得快 而且 如果這樣計算的話 即是去 第四季 平均的 要是運的價格 其實現在 應該不會特別高 因為這一彎 其實 油運的價格 比當日 10月13日 的時間 它的價格 還要低 一成多 所以 也好 大家看著 138的話 也要自己小心點 這些事項之下 減壓榜 沒有壞 你等情況 明朗法律之後 再追 可能 勝算更大 但是 現在這一位 如果大家有錢賺的話 不妨考慮一下 減一減倉 減一減倉 我覺得 真是未常不見的好事 說真的 那 回答大家 問題之後 再回答另外 兩隻股份 一隻就是 803 803 這陣子一直跌的原因 其實很有趣 話說 油價 這陣子 都算是波動大 當然 這陣子 油價 升了一些 大家之前 因為很有趣 油價 大家有害怕 衰退 衰退 又怕油價 有的衰退量會跌 但是 這陣子的時間 就回答 中國復常概念 所以 油價又害怕 有機會有的衰退量大 油價 回答 但是 為什麼中海油的股價 好像這一陣子 沒有跟進 因為 之前那陣子的時間 油價大跌 中海油的股價 沒有什麼跌過 所以現在這一刻 油價彈也好 甚至外面的油公司 升也好 它不升 都是有少許合理的 都是合理的 因為之前的時間 沒有跌過 而且已經有個價 來來去去 9.5元 16.5元 11元 都差不多 都是收息 其實還可以的 你想一下 這些位置 都市場了10.8厘米 我覺得 駕駛得舒服 還可以的 這隻 繼續駕駛 還有3.4.7 3.4.7 是不是國企 是國企 其實很多都是 不過我想說 有一點 就是 原先這些東西 叫資源雷板塊 我不太好 因為我覺得 有經濟問題 還有 3.4.7和 3.2.3 以往的時間 一間好像做一些機件的多 一間做一些汽車的鋼材多 我經常搞不清楚哪一間 我記得好像馬鋼 即馬鋼就是 好像做 這個叫做 馬鋼好像做 鐵路多 我不知道有沒有記錯 因為很有趣 我真的 時間都分不清楚 我記得馬鋼是馬 即馬的概念 我應該說 簡單去記 馬鋼生鋼鐵 馬鋼生鋼鐵 因為有馬 即馬鋼 我經常覺得馬鋼 跟交通運輸有些關係 變成鐵路 安鋼又好像做一些 叫做一些 叫做一些 即車那些鋼鐵 即做起車那些鋼鐵 好像是安鋼做 不知道有沒有搞錯 但是兩間公司 都是國企 還有 有一件事 本身 因為內地 今天有一個消息 就是補鋼和中鋼 可以重組 鋼材股 短期的時間 不排除 可能有些炒作 變成你都可以 暫時考慮一下 拿著線 前景我就不買了 鋼材股 你去炒一些基建概念 有得升 如果不是的話 難升 除了一些 可能是合併概念之外 重組合併 對於國企 有一個很大的賣 都是有鋼杆的賣點 所以你有貨 暫時先拿著 好了 今天就先說到這裏 大家有問題的話 也可以在留言給我 我們明天再見 拜拜